这只猫咪叫Prince Michael,他一直以百变的表情,搞笑的姿态出现在梗图中 他会晒着太阳混混浴睡,捧着饮料发呆,就像普通的猫咪一样 不过,进入工作状态后,他会变得超认真,他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初衷的天赋,让他成为梗图界名副辞实的女帝 Michael能够有今天的成就,全都是他的残屎官Aaron的功劳,这一切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Aaron是一位影片特效师,有一天领养了一只猫咪,每天精心照顾他 还会带他出去玩,身边的朋友都说Aaron不是在养猫,根本是在养小孩 不过Aaron不在乎,他觉得这只猫咪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幸福,所以穷他是应该的,还要让他像皇子一样生活了 Aaron很爱Michael,特意注册了IG和Youtube上号,把他们的生活日常PO上网 Aaron精通特效记作,他利用自己的天赋,将Michael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风格 经过Aaron的后继,Michael的照片看起来超好笑,也渐渐有了名气 他逐渐出身在港图中,后来成为了当之无惠的港图营地 大家都很好奇,Aaron是怎么拍出这么有趣的照片和影片的 其实最重要是获得猫咪的信任,还要准备玩具,再加上后继,就能得到完美的效果啦 如今,Michael已经成为网络名貌,坐有300多万粉丝,广告街都手软,连收入高的百万美金 Michael见见了Aaron的人生大装变,还参加了城市观的婚礼 他作为伴侬,传诚忍着脸,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Aaron和Michael互相沉重,一个从默默无闻的上帮族,成为民生缺席的特效剪接师 他们是彼此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天使啊 我还想给大家认',我先想着想着 一哥哥, dimar的特效剪接师 我这次分证,连弹员花大量的避体 我父ホtu很维振入去吗 我继续在这里